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淑德瑞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摩曼頓 Nike 40品牌體驗店 上一次我們在這邊拍攝這個小飛馬 41 載廣受好評 這一次我直接跟他們爭取他的折扣 大家只要截圖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你們來到這個店就可以享有這個折扣優惠 時間只要9月8號為止 厲害的是今天這一集來了 我們今天除了上一次拍到這個小飛馬 41 載之外 看到這邊 Nike Alpha Flight 3 除了這個之外 欸 糗乖 糗乖 小飛馬的這個 Plus 也已經上市了 這個鞋款呢 剛上市我們就搶下來這邊體驗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將會拍攝入門的小飛馬 41 載 還有這個中階款小飛馬 Plus 跟最頂級的 Alpha Flight 3 究竟 Nike 全家童怎麼推薦 我們繼續去外面實測一下 OK 我們人已經來到了田徑廠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手上這三雙究竟穿起來的體驗感受 適合的駕馭區間 以及該在什麼樣的模式下 選擇什麼樣的跑鞋來選用 第一雙 小飛馬 41 載 小飛馬 41 呢 之前如果看過我們影片 已經有開箱過它的體驗 那上一次是把它拿來跟幾雙 大約在3000多塊可以入手區間的跑鞋 來跟它做一個橫向的對比 那這支跑鞋呢 我已經從當時候大概兩個月前到現在 多跑了接近可能50公里 那以穿著體驗啦 我自己在這個兩個月的期間 其實最常穿它來運用的場景 其實是在教課的使用 我意外發現它穿來通勤啊 或是酒站這種支撐的效果 其實還滿舒適的 而且它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感覺 那實際我比較常運用它來訓練的情境 都大概是在田徑場 跑比較低強度輕鬆跑的時候 我會選它來做一個使用 因為在田徑場的模式下 PU跑道其實是比較Q彈的 那在這個Q彈的腳桿 搭配這個中底來說 跑起來的感受 我覺得會是比較適中的 如果穿小飛馬去跑步遊路上 我覺得它的腳桿就比較偏扎實一點 沒有這麼舒適啦 那我自己在慢跑的時候 會希望可以讓腳感覺可以輕鬆舒服一點 所以我覺得 選它配在PU跑道使用 其實是滿適合的一個選擇 那小飛馬41呢 我覺得適合的這個駕馭區間 就是如果你想要找一雙 剛開始在萬用場合上班通勤 下班回家的路上 然後偶爾出來慢跑 甚至去週末跑一些長距離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算滿適合在 各種路面上都很合適的一個鞋款 當然它的駕馭區間 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它大概跑在5分數以內 就真的滿靠你的自己腿力 還有這個推進程度 去帶動它的速度 因為鞋子帶給你的推進感受 其實是比較有限 那它的這個整體啊 也是比較這種 你看彎折起來是比較軟Q的 所以它可以帶給你的推進感受 是比較有限的 在那情況下 我穿著它如果要跑 可能4分半以內的配速 滿大的程度都是要用很用力的 費力程度 去把速度帶起來 當然我覺得這雙跑鞋 它本來的 出的定位區間 就不是要讓它來跑這種類型啦 但我自己有一些異味的場合 覺得它還滿合適的 就是我在跑田徑場 然後偶爾要做一些短距離的 200公尺這種間歇衝刺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雙鞋 異味的還滿舒適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它的腳感 是比較明確 比較直接的 它在著地的過程當中 你的腳感其實是比較紮實 所以你在力量的傳遞上 比較不會有速度被吸收不見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雙跑鞋 至少在跑這種速度感受上 還滿適合的定位 因為有些跑鞋有時候太厚重 你會覺得踩得很大力 結果它軟過頭了 速度沒有撐回來 那這雙跑鞋因為前面有氣墊的關係 我覺得要跑短距離還滿不錯的 第二雙是小飛馬的PLUS 那這雙跑鞋也算是一個 致敬跑者的情懷 它的上一代在2018年就已經推出了 但其實也不能說是它的上一代 因為PLUS是一個全新型號 那當時候是叫小飛馬的Turbo系列 那個Turbo系列大概在2018年產出的時候 算是廣受好評 剛出的時候 它的反饋能力、速度表現 其實很多跑者是非常喜歡的 它的第一代跟第二代 一直在跑者的評價上是很不錯 很多人拿它來參加自己的第一次半馬 然後全馬的賽事 那我去爬了一下文 發現它在第三代之後 哇 身敗名裂啊 那個平雨一下從那個震得很高的 突然跌落三股 原因是因為它當時候的中底 改用一個回收材質的這個Zoom X 那當時候這個回收材質的Zoom X 聽說拆起來就 蠻糞的 跟前面兩代穿起來是很不一樣 所以 好意思直接回收 所以它在2024年重新推出了 這雙PESOS PLUS的這個型號 當然外觀啦 還是有很多致敬當年Turbo 手袋的這個配色出現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雙跑鞋的一些細部位置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鞋舌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是從2018到2024年的一個致敬 手袋Turbo是在2018年就製作了 那這一代致敬的呢 PESOS PLUS是在2024年 看起來好像有那種 墓碑啊 總共六年 總共六年 這是第一個小小的一個致敬位置 第二個當然是這個賽車紋 整個鞋面可以看到中間貫穿的這個賽車紋 其實是一路穿到鞋底的 它甚至在鞋底的這個字 也是寫 PESOS Turbo 不是寫PLUS 不是寫它的型號 它是寫Turbo 所以它的靈魂在這邊 對 它的老靈魂還是在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延伸整條的賽車紋到 鞋底的部分 可以看到內側 這邊有一個翅膀 也是當年Turbo 在鞋款設計上 指標性的一個標誌在這上面 那這次的鞋面呢 它是搭載FINE的鞋面 就是一個編織布面 那可以看到這個編織布面 其實整體來說 透氣程度是很好的 但是相比於 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紹的 Alpha 5 III 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差距 但我個人穿著PESOS PLUS 在體感上面 我覺得它的穩定性其實蠻好的 因為以前穿這種編織布面 都會有一點點擔憂說 它的側向穩定度 會不會不太穩定 但整雙跑鞋在一些側向剛性 或一些轉彎加速的感受上 不太會有覺得這個布面 有讓你不安定的感受 那講完布面 我來講中底 這次中底呢 全掌都是搭載Zoom X的泡棉 那大家也知道Zoom X泡棉呢 其實是Nike家最頂級的一個 中底發泡科技 在最頂級的Alpha 5 III 鞋款上面也是使用這樣的科技 但這雙跑鞋 整體都是一體式的中底而已 它沒有另外的碳板 也沒有另外的氣墊 所以我覺得這雙跑鞋 這就是我要吐槽它的一個小小缺點 我們剛剛講的 前面那麼多致敬 以前這麼經典的一個存在 但實際穿著它的感受 我已經穿它跑了大約40公里 一次25公里 一次慢跑12公里 這個感受上 會讓我覺得這雙跑鞋的中底 就只有軟Q 但你的力量跟速度 是會被消耗吸收掉的 因為我穿著它跑25K那天 其實我是跑大概4分半的配速 那跑到後面 我會覺得力量越來越洩力的感覺 你會覺得往下推進的力量 你給它10分 它可能只能給你7分的回彈 甚至它的這個回彈速度 我覺得是有點慢的 就是你踩下去 你會覺得中底有點潰縮 但它沒有馬上給你推回來的感受 會稍微有點延遲一點點 那我覺得這樣的感受 就會讓我自己的小腿感覺負擔變大 所以我其實跑完那天長距離之後 隔天啊 小腿跟那個靜後肌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都蠻疲勞有感覺的 所以這雙跑鞋 我覺得全掌值搭載Zoom X泡棉 是好事啦 因為大家現在推薦 不要有板柴啊 太依賴可能會讓你的小腿負擔有影響 但是它因為這樣 我覺得就有點可惜了 畢竟它的定位是一雙中階鞋款 然後售價是5800元的這個定價區間 但它沒有給你足夠的推進效果 我覺得這是它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這雙跑鞋 是用Zoom X泡棉 搭載一個氣墊在前面的話 我覺得它的定位跟它的吸引程度 應該會是更上一層樓的 所以我覺得這雙小飛馬PLUS呢 適合的駕馭區間啊 就如果你覺得小飛馬41代 腳感有點太硬了 然後不夠舒適的話 我覺得多花大約2000塊買這雙跑鞋 是OK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的腳感真的舒服很多 走路啊或日常通勤 你可以感覺到這雙跑鞋是更豪華的 但如果你真的在跑一些訓練 或者是課表上面 我覺得它的配速區間啊 4分半大概是它的極限 再快對它來講就有點吃力了 那4分半以外 你可能跑5分整、5分半、6分 我就會拿它來做LSD使用 其實它的這個感受舒服上 是滿適合它的一個駕馭區間 但重量上就有點 一般般沒有到非常吃香 而且我那天跑步 有點流很多汗之後 其實這雙鞋下雨之後是會有點變重的 因為它的這個材質啊 旁邊的這個棉 其實都會吸收滿多的水分 讓它鞋子的重量會有些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雙跑鞋的定位 適合拿來做日常通勤啊 走路上下班 因為穿得很帥 那它的白色款 有一個米色的這個線條的那一雙 是我自己最愛的 但我畢竟要致敬情懷 所以我選了這個特殊配色 所以我覺得小FEMA Plus 適合的家庭區間 就是日常的慢跑使用 跟長距離中間還OK 但我不太推薦拿它來跑一些間歇訓練 我反而覺得你要跑間歇 小FEMA 41代可能還更加合適 它比較適合家喻的就是 日常跑在柏油路啊 這種水泥地上 稍微長距離5分以外的這種輕鬆跑 是它適合的區間 欸跟你們講我為了買這雙鞋 我當時候是每天都去摩曼頓的店門口 看它什麼時候上架 太上架我馬上拿去結帳 不然這個系列 我聽說不到三天就已經全部斷貨 女生可能還有一點點 但男生真的是超快 馬上就秒殺 這雙跑鞋我覺得非常喜歡的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外觀 這個藍圖系列非常簡便 而且它的這個手鞋 AFA 3我覺得是很有感覺的 除了這個都是一些藍標之外 這是原子比你寫的吧 其實蠻像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這個鞋底 它的鞋底還有一個骨頭的設計 有看到嗎 所以它整雙鞋都佈滿原子比的感覺 好我們來分享它的鞋子的心得 這雙跑鞋我們之前其實已經有開箱過它的Prototype版本 我其實對於這雙跑鞋的評價蠻高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腳感上面 實際在跑一些速度感受上 相對於它自己的上一代AFA Fly 2 其實是進步不少的 因為AFA Fly 2 大家也知道 很多人最詬病的就是內側頂足弓的問題 很多人跑二代會覺得 跑完足弓很疲勞 因為它的內側其實是有稍微加高 所以很多人不太適應 但我個人認為它在三代這個地方改進了很多 整體的穩定度 相對於二代來說 是沒有這麼不穩的 而且在落地的感受上 它其實沒有二代這麼暴力 我覺得三代最好的地方是 如果你要跑慢 這雙跑鞋在大概5到6分數的時候 它的感受上還是可以給你是很頂級的舒適跑鞋 就是它的落地感受是很舒服耶 不會過度軟Q 但是給你很好的腳感 然後往前有一點點推進的這個滾動效果 但我覺得這雙鞋厲害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穿著它 跑到4分半 4分內 你會覺得這雙鞋很厲害 當你跑越快 它給你的推進感受是越暴力的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我對它評價蠻高 是因為它跑慢也OK 跑快更有感覺 但跑慢的時候 當然也不是說 跑那種7、8分數穿它 我覺得就有點辛苦 原因是因為這雙跑鞋的中底其實是比較高的 穿這種比較高的情況下 加上它的中底整體是比較軟Q的這種感受 其實對於懷關節如果不夠強壯的跑者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負擔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依照你的能力來選擇跑鞋 但只能說這雙跑鞋不會是 有些特別的頂級版碳板跑鞋 它就只有跑快適合駕馭 如果跑慢可能會不太好穿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在這雙跑鞋上是不太需要擔心的 那這雙跑鞋我自己也穿著它已經跑過了 大約 不是這個版本啊 就是這個AV3的型號我穿過它已經超過100公里 那中間也包括LSD 包括長距離的馬拉松配速 也有一次的10K測驗 尤其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我穿它 跑在田徑場上跑10K的這個刻表 當天的狀況啊 意外的跑一跑就突破我個人的最佳狀態 所以這雙跑鞋 我真的覺得還蠻推薦給 如果你想要拿來做一個成績上的突破 不管在博弱的表現或是在田徑場 它都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感覺 但還是要講一下缺點 這雙跑鞋第一個價錢超貴 定價是10800 有點小漲價 之前剛上車的時候10300 現在已經漲了500元 第二個是它的中底啊 你有看到中間這一塊 它是直接中底外露的 你看這個側面的位置 延伸下來鞋底的部分 整塊中底外露的情況下 會讓跑步到後段啊 你可能累積大概100公里200公里之後 中底其實是會直接磨損 因為你看前面的位置啊 它都有做一些橡膠的加厚 鞋底的部分也有 但中底的這一塊 中間的這一塊其實是沒有加厚的 會導致你在落地的時候 會直接磨擦磨損到中底 我覺得這是小小比較可惜的地方 第二個我覺得要構變的地方是 穿裝跑鞋跑啊 會有那種奇怪奇怪的聲音 我覺得不管是我的Prototype系列 或是這雙藍圖系列 它的氣墊位置啊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跑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奇怪奇怪的聲音 但有時候拍不出來 有時候會出現啦 所以如果你聽到這個聲音 欸 代表那個Reach Reach的感覺出現了 你可以回頭看一下 這個跑者不錯 我花很多錢買這雙跑鞋 那我覺得這也是它比較特色的地方 再來是它的透氣程度 可以看到它這個編製布面 你看我的手放在裡面 它這個Flyning的編製布面 跟剛剛的這個小Penma Plus 是完全不同的等級 它是更加細緻 而且穩定效果 其實是更上一個檔次的 所以感覺上用了更少的布料 但可以更好的包覆感受 也難怪它要比那雙貴了 大概5000塊的一個定位區間 OK 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開箱的 2024年的Nike全家童跑鞋 不知道哪一雙跑鞋 是大家最想要入手 購入來比賽或是訓練當中使用的 歡迎下面跟我分享留言 最後再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各雙跑鞋適合什麼樣的定位區間 如果你想找一雙慢跑鞋 在日常穿搭使用 或是你一週訓練強度可能沒有太高 剛開始跑步的跑者 我一律都推薦穿這種小Penma 41代 其實就非常夠用了 第一個可能以前沒有這麼高的情況下 穿它沒有這麼心痛 再來是它的駕馭區間門檻不會太高 對於新手來說 如果你肌力不夠強壯的情況下 比較不會讓你有受傷的可能性 像現在年底也陸續越來越多 這種5K、10K的地方賽事 甚至是一些特殊的IP路跑出現 如果你完全沒有跑步 但你不知道該怎麼選一雙跑鞋的話 或許可以從小Penma 41代開始 當然啦如果你想要穿起來 感覺再舒適一點 這個感覺有點太死硬了 好像很直接碰觸地板的感覺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選它的中階款 也就是小Penma Plus 因為這雙跑鞋的腳感 跟小Penma 41代比較起來 它是更加舒適一點的 整體的中底來講是更Q彈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跑者 剛踏入這個跑步的領域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選鞋 但希望你的鞋款是可以更舒適調性的話 可以考慮我手上這雙小Penma Plus 因為它的腳感整體來講是更加舒適的 但我覺得它的駕馭區間 就像剛剛前面講到的 大概在我覺得4分半以外 是它的駕馭區間 4分半以內 穿它的駕就有點稍微先吃力了一些 所以這雙跑鞋提供給大家分享參考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直接倒頂系列 如果你想要找一雙給你最多的推進效果 穿出去是最多吸睛的這個目光在你腳上的話 Nike的這雙α5S在各個面向 都是最頂級的一個選擇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雙最適合你自己在日常訓練比賽當中 都想要直接一次攻頂的話 可以參考這雙Nikeα5S 但當然還是要講一下 如果你是剛開始跑步的跑者穿裝跑鞋 可能會有點被鞋子推著跑的狀態 這個時候對於你來說可能是有受傷的風險 所以大家還是要評估一下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跑步經驗 我是完全不推薦你穿裝跑鞋 你可能可以可以從這雙小Penma Plus選擇開始 但如果你是有一段時間的跑步經驗 然後你想要偶爾在比賽當中熱血的話 我覺得這雙α5S還是可以列入考慮的選擇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影片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大家記得喔 如果你想要購入這些Nike跑鞋的話 把時間走得到最前面 記得到Nike品牌40摩曼頓體驗店 輸入我們的專屬折扣碼 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我們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這三雙跑鞋 哪還算是你最愛的新頭好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Furthermore,我們在一起 applicant